現在要加一個重要的觀念叫做 坡在傳播的時候 坡洞是一個傳遞能量的方法 所以坡在傳遞的時候 能量就會傳遞出去 坡就是有個擾洞 比如有個紋路 有個上下起伏 比如水坡有個漣漪 那個漣漪就會向外傳 所以叫坡行會前進 坡行會前進 能量會前進 但是戒指不會前進 戒指只在原地附近洞下而已 並沒有跟著我的能量一起往前走 我們舉了一些例子來做說明 文字上的例子是說 這邊有一個水面 有一個樹葉 在旁邊丟個石頭 產生一個水坡 這個水坡傳過來 經過樹葉的時候 樹葉就上下晃一下 然後就過去了 雖然那一圈的漣漪走過去了 可是樹葉還是在原地而已 在原地上下晃一下 沒有跟著前進 這叫做坡行會前進 能量會前進 但是戒指沒有跟著前進 右邊這個圖 就是繩子上面綁個蝴蝶結做記號 我手去抖繩子 抖出一個繩坡 你看得出來 這個繩坡向右方前進了 但是呢 胡蝶就上下動一下 最後還是停在原來的地方 也是告訴你 坡行會前進 能量會前進 但戒指不會跟著前進 就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叫做 波動在傳遞的時候 戒指不會跟著動 所以像我們在職棒的場合 表演坡浪舞 表演坡浪舞的時候 人不需要動 人只要站起來跟坐下去 看起來就有個坡浪 蛤的過去 所以坡行有前進 可是戒指只在原地附近做運動而已 像這個動畫 投行特時值到平靜的選擇中 可以看見水面上 產生以石子落點為中心的圓形波紋 波紋慢慢向外擴展 使漂浮在水面上的葉子 隨著波紋上下晃動 但是 葉子並不會隨著波紋前進 心腸體操表演時 直接表演著輕盈的波動手臂 手中的彩帶 便如同波浪般的武功了起來 美麗的景象吸引著全場的光光 飛舞絲帶 絲帶呈現波動 絲帶也會隨著神波前進 運動比賽時 攤台上的觀眾們以波浪舞幫選手們加油 波浪舞進行時 場上的選手看到波形向前傳送 但是 每個觀眾只是重複身邊的人的動作 在原地向下運動 定位隨著波形前進 波動只傳送波形 震動能量都傳遞物質 波形傳播時 每個小飛點只在原地反復的上下震動 小飛點會有波 原來的位置前進到波等後來位置就位 最後提到的那件事情 我們待會有題目 但我再說 重點就叫做 波形會前進 但是戒指不會跟著前進 這次有一個波浪舞 跟剛才的那個波浪舞類似 就會看到一個形狀會往前跑 可是呢 人只有上下動而已 人只有上下動 人沒有跟著往前跑 可是你看到一個波形在往前跑 所以波形會前進 能量會前進 但是戒指沒有跟著前進 這個是Google曾經放過的 他的那個首頁的那個 這也告訴你 波不會傳遞戒指 有個波過來了 只在原地上下動一動而已 沒有跟著往前走 所以Google有幫我們教理話 叫做戒指前進 所以keyword重點要記好的就是說 波在傳播的時候 波形會傳前進 能量會前進 但是戒指不會前進 就是你要記住的重點 ok